當執政的人 我們選舉投票 選出來一匹狼 然後這個狼 他有四年任期 然後他就開始狂吃 然後貪污腐敗 那我們除了去找法院去告他 檢察官是他的人 法官最後判他無罪 那我們覺得不可以 我們去找更大的吧 去找大法官 喊冤 我們要視線 要對付這個違法濫劑的民進黨 八千八百億 你不是說國家沒錢了嗎 可是你硬要弄一個 前瞻條例 結果立法院裡面 揪了好幾個黨 國民黨加上五黨籍 加上連親民黨都幫忙 湊了三十八個立委 達到一個門檻 申請視線 結果 五月四日好諷刺一個爭民主爭自由的五月四日立法院長許宗立主持的大法官會議 大法官會議逐一清點 申請立委有沒有出席表決的方式 以申請人之一 簽名之一的立委 高金素媒說你當時在立法院裡面你就這個前瞻條例你沒有去投票啊 所以呢你不能夠算說你在這個立委裡面你的名字我要把你踢出去 然後可是司法院的秘書長呂太郎他說法律並沒有規定不受理的案子不能夠再申請所以應該可以再申請一次 可是是這樣子嗎 委員高金素媒說你用這樣子來駁回說我沒有積極參與立法院的院會表決 果然大法官沒有辜負蔡英文總統提名任命任意玩弄憲法 這樣駁回到底合法不合法 合憲不合憲 我來說明一下 民主政治最主要的基幹是什麼 就是憲政 剛剛那個秘書講的完全是一字半解 選舉是整個民主政治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憲政最重要 如何維持這個憲政 沒有憲法的國家不算民主國家 如何維護這個憲法的尊嚴性 必須要有一個客官的機構 那個叫大法官會議 大法官會議就是要客官的維持憲政秩序 今天這個解釋這個憲法 所以最後我們解釋憲法 歸給司法院 今天的徐中立別忘了 在這個當年賴清德提出四憲案的時候 他也是大法官 在陳水扁執政 603號跟632號的憲政解釋案 他做了一個解釋 而且做了一個協同書 憲法的解釋另外他附帶了一個協同書 協同書講的是什麼呢 他恐怕人家會翻案有不同的意見 他就是強調憲法是要保障少數人的視線權利 所以說中史是三分之一的少數的時候 這個少數我們必須要重寬解釋 不能說你這個曾經持不同立場 你現在就不可以提出來 可能今天他對高金素媒的這個案子 他是相反跟以前的徐中立 跟現在的徐中立不同的見解 他認為高金素媒不應該提這個四憲案 因為當初高金素媒沒有參加這個投票 他講錯 為什麼講錯 他沒有去參加那個會議就是最積極表現 我根本就不贊成此案 所以他不參加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嚴重的作為一個大法官 嚴重的侵犯到立法委員的言論免責權 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的很清楚 立法委員有言論免責權 大家說侵犯哪裡呢 因為他言論免責權的真正的意涵就是說 他在立法院所為的贊成或反對的表決 不應該因此而負任任何責任 你今天因為他在裡面沒有去參加 你作為他不可以作為連署這個資格的之一 你是不是侵犯了立法委員的言論免責權 這一點是朝野國民黨也好民進黨也好 大家每一個立法委員都受到侵害 可是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立法委員 瞭解這一點 所以我必須就這個案子來講影響很深遠 怎麼講很深遠呢 一個大法官可以自己現在的見解 跟以前的見解相矛盾 你就是嚴重槍害了憲政的精神 你違背了學術的良心 而且制衡憲法主要是要制衡 有一些專制的行政專制的立法專制的司法 所以憲法最後要來制衡他們 你現在把這個最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機制 把這個制衡要把它破壞掉 這多位大法官如果做出這樣的話 這樣解釋的時候 當年現在這個時候做出這些 這些憲政解釋的大法官 我只能說你們是憲政的國之賊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這是個法 這還不是憲法 剛剛我們講的是說 許忠麗他違憲 這個是法第五條 他裡面有講什麼情況下 我們要找大法官 青天大老爺 你來看看救救我們老百姓 第一個 中央或地方機關在行使職權 適用憲法發生疑議 或者跟其他機關的職權發生適用憲法的爭議 你有疑議 你有爭議或者抵觸憲法的時候 就來找大法官 你來解釋一下 這個該怎麼辦 好 再來 第二個 我們人民法人或者政黨 在憲法上所保障的權利 遭受不法侵害 遭受誰不法侵害 當然是那個執政的人不法侵害 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 對於確定的中局裁判所適用的法律 發現有抵觸憲法的意義 所以當我們老百姓我們哀哀無告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被有權有勢的人欺負了怎麼辦 大法官 你來解釋憲法 好 這兩條 那有可以找誰呢 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就是三十八人 申請就其行使職權 適用憲法發生疑議 或適用的法律 發生抵觸憲法的疑議者就可以 那許忠麗就說 哎呀 你高薪柱梅 前瞻條例 你沒有去投票 沒有去按您投票 所以你沒有行使職權 這個許忠麗真是可恥 大謙 許忠麗講的話 就是今天的司法院打臉 以前的司法院 就是剛才這個葉耀蓬委員所說的 這樣的事情 其實這不是第一次發生 上一次發生的時候 是民進黨提釋憲案 民進黨在立法院是少數 可是當時司法院是用 從寬的標準來認定 這樣的一個釋憲案 今天國民黨提釋憲案 國民黨少數 可是司法院卻用一個 完全不同於過去的慣例 來處理我們這場釋憲案 所以這是為什麼大家對司法院 完全沒有辦法接受跟認同的原因 可是我要強調一件事情 從促轉會也好 到前瞻計畫也好 到司法院也好 民進黨真的錯估了一件事情 民進黨錯估了 這個時代已經改變了 這不是過去的時代了 過去的時代 資訊也好 訊息的流通 並不是很方便 所以政府掌權的人 可以藉著他們的力量 來杜絕人民取得所有的知識 取得所有的訊息 可以為所欲為 可是在這個時代不是這樣的 所以民進黨也許認為說 他用促轉會可以追殺清算國民黨 他用大法官可以擋住 國民黨的釋憲案 讓他的前瞻計畫 可以把這些錢灑下去 可是當人民可以從網路 從各個管道得到不同訊息的時候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敲響了 民進黨政權的上中 多哥 但是他們有恃無恐 沒忘了民進黨是一個幫派 每個人都要趕快在女王面前表現 所以吳茂坤的表現 方槍左板 為什麼 社會上沒有人能接受 可是他又紅又專 對不對 因為他捍衛民進黨 不讓管宗敏進入台大 一樣嘛 所以看到別人這種表現的話 喜忠麗就趕快跳出來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大法官 從民進黨把這七個人弄進去 他就變成大法官會議 就是一個綠色的大法官會議 我就不省你了 不當黨產 那你要來申請我們前瞻計畫 我就用行政程序來備格你 我通通不讓你頭 你知道每個人都要開始表演 自己國家自己救 自己博主自己掐 我們現在在講說前瞻計畫解釋 解釋又怎麼樣 你知道前瞻計畫裡面 前面監察院也神經請購一個事件案 就是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到底合不合限 對 前年三月 七年三月到現在 今年五月了 已經十四個月了 大法官 你到底要不要試 不要 沒有 沒答案 他就不理你 把你放在那裡 所以你今天看到這些人 我們現在大法官從民進黨 把這七個人弄進去 他就變成大法官會議 就是一個綠色的大法官會議 我就不省你了 不當黨產 那你要來申請我們前瞻計畫 我就用行政程序來備格你 我通通不讓你喉 你知道每個人都要開始表演 自己國家自己救 自己脖子自己掐 這就是他們的手法 志強 其實曲忠仁還是滿認真的 為什麼 他花了八個月的時間 他很努力的去查查查查 查了八個月 終於抓到說 高金樹梅就沒有表決 所以就用這個理由 跟你講說 你今天不可以實現 可是我要講說 你到底 你今天取中立 你到底有沒有看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 裡面講是三分之一以上的申請 他有給你父女什麼的權力 告訴我 你說你還要去檢查這個人 他出席的狀況嗎 就像剛剛葉耀蓬委員講的 今天不表態也是一種表態 不出席就是更嚴正的 反對跟抗議 你是學法律 你連這一點都不懂嗎 我們知道以前都說過 林檔的本質就是納粹法西斯 他行政立法權拿之後 再用監察權來為決定法律